Hey guys, welcome back, this is Cecilia,欢迎大家收听跟早变美国学口语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法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走遍美国中这家人在纽约的生活 通过他们的日常学习最地道的英语 大家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一般会怎么说呢 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都会说,I think 什么什么 当然这么说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只会这一种表达 未免会有点太过单调了 而且其实,I think 的语气它不是那么的确定 你比方说,我想地球是圆的,我想你搞错了 它会给人不太笃定的感觉 所以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用些什么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动词 比方说,suppose或者presume来替换think 这两个词呢,都比think和believe要正式一些 听上去更加有质感 而且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中文的我认为 For example,I presume the director has already heard the news 我觉得主管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吧 I suppose that all workers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我认为所有的工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口语的说法就是 If you ask me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 如果你问我的话,或者要我说啊 比方说这句话 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If you ask me,there's something a bit queer going on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比较高阶的说法 第一个 From the way I see things 或者From the way I see it 这个短语呢,它是通过视角来表达个人看法的 它的意思啊,就是从我看事情的方式来说 也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Say,you have a friend who are trapped in some sort of obsession And can really use some advice Then you can say Well,from the way I see it When you're in a place, you forget what it looks like from the outside 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当局者迷 那同样的意思呢,我们还可以表述成 From where I am sitting or standing 直译过来呢,就是从我站着,坐着的角度来看的意思 文明点说叫位置决定强法 没那么文明的说法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哈 Anyway,这个短语和 From the way I see it 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它更加的生动活泼 For example From where I'm sitting It seemed that Mr. Smith had broken the rule 我认为 史密斯先生破坏了规则 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短语 一起来听录音找一找看 It sounds to me like Carter Boswell is going to win the seat on the board 就是这个 It sounds to me like 这个短语也非常的地道 意思就是在我听来 其实就是I think的另外一种说法 It sounds to me like they're passing the buck 在我听来啊,他们在推卸责任 All right, today we've learned how to express your opinions Let's recap 第一个,I presume or I suppose 第二个 If you ask me 第三个 From the way I see things 第四个 From where I am sitting or standing 第五个 It sounds to me like 这些表达大家都记住了吗 下次就不用再抓着I think来回说了 换种说法,经验一下对方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跟着 Richard Stewart一家人畅游美国 See you next time Ciao Ciao